你們覺得,另外一半可以有紅粉知己嗎? 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自己也有那個黑粉知己 男生算什麼黑粉知己嗎? 藍粉 藍粉,我不知道耶 我第一天知道 好,我自己收到一個新的 然後因為是覺得說 就是假設你們沒有怎麼樣的人 應該是,就是一開始就沒有怎樣的人 我認為是後來也不太會啦 我自己覺得就是 有些男生我就覺得真的只能當朋友 所以我可以接受 有些女生只能當朋友 而且尤其是他如果長得很醜 或是很老那種 我可能會非常安心 對,可以盡量當朋友 或是他這個T之類的 我應該不會擔心啦,對 然後如果真妹的話 應該腳上來結婚什麼的 我應該OK吧 反正我是可以接受啦 對,妳呢? 我還蠻看他的紅粉知己 是不是綠茶錶 如果我說我判定是綠茶錶 我不行 那如果說可以正常的當個人們那種相處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還蠻喜歡跟女生相處 那種是可以接受 還是要看他的紅粉知己是什麼個性 才來決定我跟他的相信到底合不合 像這種如果說遇到綠茶錶的情況 我大概會直接說 就是封守 對,封守 不會見他的紅粉知己 然後也希望我的對象可以少一點接觸 可是如果說不是那種綠茶錶的話 我覺得就大家玩在一起 有什麼不好嗎? 我認為啊,對 真的好的 謝謝